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一对夫妻正对翻进沟里的豪车是一元首 司机是个小年轻 驾驶杆穿过了他的心脏 早已断气堕食 好心的男子慌忙叫妻子过打911 没想到转头的功夫 刚才还没有呼吸的司机居然不见了 男人害怕极了 突然 这位草丛里传出诡异的声响 第二天一早 威尔和海伦赶到了现场 昨天的好心男子已经被撕成了碎片 惨不忍睹 一旁便是他亲死的尸体 他全身不满被野兽啃食的伤口 死不瞑目 目测是死者夫妻想要帮助车祸的司机 没想到遭死横祸 可从车内的情况来看 这司机肯定已经当场死亡 那么他的尸体又去哪了 失踪的司机叫做阿伟 是个24岁的富二代 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同学查理 来自另外一个富豪家庭 如果是绑架的话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受到赎金的要求 这起失踪案一点重重 让海伦和威尔不知从何下手 画面转到城市的另一边 原来两个失踪的富二代还活得好好的 他们首先找到了同学阿美 看到男友还活着 阿美都快激动哭了 阿伟说 他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自己 说吧 对着身后的女友就是一枪 这一枪来得粗不及防 就在我纳闷 阿伟为什么要杀死女友的时候 阿美死而复生 他瞪着漆黑的同仁不明所以 原来他们三个都已经变成了活死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三个富二代都失踪了 庇护所的威尔却始终没有头绪 不过他发现 这三个人都曾去过墨西哥的一家诊所 接受过戒毒治疗 这间诊所的收费很高昂 一般人还真的消费不起 事不宜迟 海伦和威尔当即启程 赶到了位于墨西哥的神秘诊所 诊所的负责人叫做巴巴拉博士 原来所谓的巴巴拉就是特斯拉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这或是个天才 自从上次与秘首的大战之后 他就改名唤信 去墨西哥开了一家戒毒诊所 专为那些叛逆的富二代服务 特斯拉是交流点支付嘛 孩子不听话 电一点就好了 话说他还真的有两把刷子 经过治疗的富二代不但戒除了毒瘾 就连身体技能都恢复如初 从萎靡不振的瘾君子 变成活蹦乱跳的熊孩子 在海伦的逼问下 特斯拉终于说了实话 原来他所谓的心形治疗方式 就是把自己的血液 注入那些富二代的体内 他是不老不死的吸血鬼之王 他的血能够免疫一切毒素 哪知道玩脱了线 把那些富二代 统统变成了邪恶的吸血鬼 与此同时 阿维一行人还在努力 壮大自己的吸血鬼大军 他们杀死了那些 同样去过诊所接受过换血的好友 喷喷两枪之后 这些好友就会瞬间 转变为他们的同类 重获新生的感觉好极了 特斯拉闯下了大火 他亲手制造出了一批叛逆的杀人狂 失血的欲望直冲脑蒙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老不死 居然谋生出了更可怕的想法 阿维想制造出更多的吸血鬼大军 将所有人类踩在脚下 成为世界的霸主 让所有神物卑躬屈膝 想想就刺激 特斯拉低估了这些熊孩子的狼子野心 他气得嘴巴都歪了 他才是吸血鬼之王 没有人能站在他的头上拉屎 与此同时 远在市中心的阿维也突然意识到 只有注射了特斯拉血亲的人 才能在死后转化为吸血鬼 俗话说解铃还需吸铃人 特斯拉还在想着 怎么处置这些不听话的熊孩子 没想到阿维一行人 却在此时主动送上门来 这些熊孩子 似乎一点不懂得尊重前辈 特斯拉被他们傲慢的态度激怒了 上一秒还遭造型 下一秒就直接被及时的汽车撞晕了过去 老东西装插失败 他被几个熊孩子给绑架了 不过好在极限一换一 海龙一行人也抓到了阿美 即便是被绑架了 这会依然不愿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 曾几何时 这个优越的种族只要深吸一口气 整个人类都为之战利 特斯拉却是很想重整吸血鬼种族 可同时也很清楚 不受约束的吸血鬼 对整个世界都是毁灭性的灾难 他想着自己是吸血鬼之王 试图与老者的姿态 劝说这些年轻人就此放弃 哪知道人家都是被家里灌坏了的富二代 压根就不知这一套 于是特斯拉被熊孩子们 直接从40楼扔到了一楼 这么没用 这老东西是真的不行了 特斯拉无可奈何 打不过就只能加入嘛 禁酒不吃吃法酒 想要制造更多的吸血鬼 就必须要特斯拉的血液 他们把老东西绑上了电影 差点就把它给抽干了 变成吸血鬼不但能强化体能 甚至还让他们的智商达到了新高度 原以为就是一群不学无术的富二代 没想到他们的医学知识处备惊人 就连看懂复杂的医学笔记都不在话下 特斯拉感觉遭到了碾压 与此同时 海伦一行人为刚刚抓来的阿美注射了镇定剂 阿美还很嚣张 说什么待会儿就要把海伦的庇护所给一锅端了 这些小年轻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变成了怪物 为而好言相劝 可人家就是不领情 这么嚣张 不赠你一顿说不过去啊 凯特用的可是抛过深水的引子弹 管你是什么生物 一枪下去 保你灰飞烟灭 妹子被吓坏了 刚才的傲慢自打 瞬间荡然无存 海伦分析了阿美学业中的DNA 简单来说 特斯拉这次玩大了 这批小年轻比他这个老东西 更快 更强 更致命 普通的方式对待这些吸血鬼 丝毫不起作用 不过特斯拉也给自己留了后路 他早就制造了一个 能够进化吸血鬼基因的装置 这个一针一鞋的鬼灵精 将装置藏在了庇护所最隐蔽的酒窖里 海伦敲开了一瓶四五年的波尔多红酒 终于找到了这个小巧的装置 换这只东西看起来构造这么简单 是否真的能起作用 与此同时 被绑架的特斯拉一脸怨气 一身放荡不接爱自由的老豆逼 居然把自己给整了 这些熊孩子窃取了他的实验成果 摧毁了他一身的梦想 梦想变成了梦魇 他从未感到如此强烈的挫败感 听这意思 是打算卸磨杀驴 把特斯拉给封进棺材里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 特斯拉慌忙换了一副嘴脸 加以愿意和这些年轻人合作 你看我老归老弱归弱 可也能帮上忙不是 物装刺心脏的老把式 只在饮食剧中起作用 砍掉头颅才是杀死吸血鬼的唯一方式 可这些熊孩子这么强 根本进不了身 事到如今 只有司马当成活马医 希望特斯拉的玻璃棒真的能起作用 海伦一行人潜入了吸血鬼的住所 本以为特斯拉现在过得惨兮兮的 没想到这过阵端着红酒 跟阿威一起谈笑风声 别提有多畅快 海伦好失望啊 没想到啊 你个浓眉大眼的居然也叛变了 一行三人刚进屋子 就被吸血鬼一网打尽 海伦气愤地说道 我以后再也不来救你了 哼 特斯拉不以为意 他抿了一口悲重的红酒 这该死的优雅 三个队友正在愤愤不平 就骂这个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特斯拉趁着熊孩子们熟睡 悄悄来到了密室 原来他刚才这是演戏呢 要不是他的演技好 海伦一行人 怕是早就要被切把切把剁了 他与海伦相视一百多年 虽然人品不咋地 但底线还是有的 他从海伦的衣服里掏出了玻璃管 这可是他精心研制的反吸血鬼装置 能量源便是他自带的电力 事实上 这老东西比谁都恨那几个熊孩子 他被侮辱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该绝地反击了 老豆逼举手投足都是如此优雅 自然你的女吸血鬼头怀送抱 上一秒还在谈情说爱 下一秒就把装置插入了女人的胸膛 经过一番进化 眼前的熊孩子恢复成了普通人 接下来便是查理和他的帮手 特斯拉双拳男敌四手 眼看着老东西体力耗尽 危急时刻 海伦一行人终于挣脱了捆绑 前来支援 有了队友加持 特斯拉又顺利进化了眼前的两个吸血鬼 可棘手的是 但阿伟宁死不屈 他居然劫持了凯特 阿伟等着漆黑的同仁 就跟瞎子一样 四打中 特斯拉顺利将装置插入阿伟的胸膛 可没想到阿伟临死还要拉个垫背 硬生生拉着老东西不放 进化完毕 现在不止阿伟 就连当了一百多年吸血鬼的特斯拉 也成了普通人 曾几何时 他是多么的不可一世 现如今 满满的挫败感溢出屏幕 他成了一个废人 此时此刻 特斯拉感到全世界都在嘲笑自己 进化装置的效果不可逆 海伦试了很多方式 都无法将它变回原样 他们相识一百多年 海伦实在无法看着老友 自暴自弃 坐视不理 特斯拉统治世界的梦想破灭了 不过没有了鲨鱼 过上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他只能举起酒杯 以此来纪念曾经辉煌的吸血鬼种族 曾经强大无比 如今悉数灭绝 可 当他放下杯子 却意外发现 自己能够轻易掌控金属盘子 原来特斯拉没有变成普通人 他不再是吸血鬼 却化身为更强大的万磁王 恭喜老豆逼重获新生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特斯拉是整个异形庇护所系列 人气最高的角色 虽是客串 可他的风头一度盖过了男女主 他爱发明 爱电磁 更爱海伦 讨厌熊孩子 更讨厌海伦的丈夫光头强 他是吸血鬼 也是万磁王 他在努力拯救世界 凭他一人之手 他就是他 一百多岁的老豆逼 优雅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交流店之父 尼古拉特斯拉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